大家好,我是基森老师 今天呢,我又领着大家来一起画油画棒了 今天我们来画这个有点烟雨朦胧的秋季的小山村 这个图呢,实际上我可以说是它的原素材就相当的漂亮了 所以基本上这种图怎么画也漂亮 单沾了素材的光,对吧 这张画呢,整体说起来它的一个饱和度还是相当低的 除了这个狮子树之外 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天空之外 有些蓝色之外 剩下的整个的村落,房子的部分 这个黑白灰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强烈 或者说仅仅只是一个黑白灰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绘画的时候尽可能的还是以黑白灰为主 在黑白灰的基础上给它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固有色 或者是说我们看到的我们推测出的 或者是主观的以为的一些颜色 首先呢,基特老师先是把整个的这个画面呢 先加一层黑白灰的关系 这个时候就考验你的素描能力了 还有你的概括能力,对吧 拿着黑色涂涂涂涂涂,天空的用灰色涂涂涂涂涂涂 整个的先把我们能够看到的重颜色的部分呢 都先加上一层重颜色 那这个重颜色呢,基特老师也非常的狠 直接用了黑色,我觉得黑色一点问题也没有 最深的部分,基特老师涂的就没有这个山寸的部分 那么重了 你去画的时候还有层次感还是要把它把握好的 接着呢,拿了一个灰色去画房屋 这里画房屋的时候啊,你注意啊 一定要按照房屋这个走向一根一根的慢慢去画 是吧,我用的是一个雾霾栏 最开始用黑色觉得不好使用 然后用雾霾栏 然后你这个地方可以用黑色的铅笔也好 直接用黑色的油画棒也好 把每一个那个房顶的那些砖啊瓦啊都处理出来啊 接着呢,你看哎,我把墙面 也是不是加了一点雾霾栏,一点灰色是吧,还加了一点点干红色 里边呢,让它颜色稍微丰富一点 这个干红色就像是做旧效果一样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画就好了 这左边右边,上面下边,剩下的所有的屋顶 基本上都是按这个规律来的 包括那些墙面,也是一个干红色 加上一个雾霾 给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这里呢,还有一个特别要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这个房屋和房屋之间呢 它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边界感的 它的边界感真的很清晰 你看金森老师画的 每一个房屋和每一个房屋之间 它之间的这个边界感拉的非常非常的清晰 其实我们这张图吧,也比较特殊 你前面呢,把整个的这个关系拉的稍微的清晰一些 你后边删的时候,你把它模糊一点 朦胧一点,还能做一个主次的一个对比 是吧,一个虚实的一个对比 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哎,后边你看金森老师又加了一个雾霾蓝 加了一点蓝绿色啊 加上一些灰色 加上灰色之后你会发现 哎,加上蓝绿色之后 加上灰色之后发现 哎,还不是特别的清 是吧,还是没有那个远处 那个很淡的那种感觉 毕竟啊,远处的山啊 它是在远处近湿远虚 近处的颜色呢 你可以重一点 层次稍微的清晰一些 远处的话近可能就虚一些 把颜色稍微淡一点 这样的这个主次关系拉出来 也是很好看的 很多同学画画的时候 就感觉太平,对吧 我这里把这个房子呢 稍微都修饰一下 我着重还是讲后面 你看后面就加很多的灰色 白色 加很多很多的灰色和白色 然后实际的用手去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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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具体的前面这个房子的部分 大家就各平板式 思路非常的清晰 想法也非常的简单 就再强调一点点 注意边界感 每个房子和每个房子之间的这个边界感 一定要清晰 后边继续加 然后后边有一点蓝色 那你就加一点碗波兰 加一点碗波兰 加一点雾霾兰 往上加就完事了 碗波兰比那个雾霾兰呢 稍微的浅一点点 背景呢 我加了一个海颜色 加了一点点 就叫嫩肤色嘛 反正有一点点这个 偏肉色的一个颜色 你也可以完全不加 直接用海颜加上白色 也是非常OK的 真的也是非常OK的 它照片里面的一点点泛红的颜色 其实加不加都无所谓 不影响整个绘画的这种感觉的 实践加白 实践加白实践加白 加完了之后 然后用手稍微抹一下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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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把它抹平了 简接着继续给山去加白 加白加白 山呢 它是有一些层次的 你注意啊 在层次的时候啊 你可以稍微的去卡一卡 稍微的卡一卡 你别卡的也特别特别的清晰 那鸡蛋老师是 卡了之后都会抹一下 卡了之后都会抹一下 进处呢 这些小的这些树枕呢 你可以拿来一个黑色也行 拿来一个绿色也行 把它加上就好了 你看卡了之后 抹一下 抹了之后卡一下 相互的纠缠一下 让远处这个山呢 既清晰又不清晰 这种感觉 大家自己慢慢去体会 然后继续加上很多的正白 让远处这个山的层次呢 更低一点 颜色的这个明度呢 更浅一些 哎 基本上山到这里 差不多就结束了 我觉得这幅画 真的是很典型的 很漂亮的 也很有中国味 气质的一幅画 真的不难 就真的是借了这个 我们这个图片的光 你去画这个树呢 我就不继续讲了 大家自己各平板式去画就好了 我是觉得我画这个树 还是挺厉害的 我直接用了油画棒 出出出来把它画出来了 剩下呢 加一点橘红色 你就拿着你的油画棒 然后拿着你的刮刀 往上点就好了 你拿着丙系往上点 也无所谓 这幅画呢 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很喜欢这幅画 包括我用色的一些方法 形式啊 都挺喜欢的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未来的时候 你去画很多 类似于这种 你看到一幅画 没有那么鲜艳的实画 都可以用这种思路去画的 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 很通用的一个思路 好了 那今天呢 我就基本上讲解到这里了 肯定不是那么的清晰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 拿到这个图片之后呢 大体上也能把它画出来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还有观看 看到这儿了 总得点个赞吧